解放战争时期,赶和王正干架的警卫员,让其嫉恨又爱拿他没招,年仅18岁,叫吴宗宪的新战士,因经常与自己警卫的对象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,后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王正动手,干架而成为该部队的一大风景。 翻遍军史,从官兵关系来看,这个吴宗宪可能是全军唯一的一个赶奏自己所警卫首长的卫兵王正。 1908年出身湖南流洋人,开国上将在其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,军长兼政委,第一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时,经常与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作战。 每次军情紧急时,作为纵队司令员的王正脾气一上来,就忘记了自己指挥千军二马的职责。 每次都往最危险的前沿地带冲数次负伤。 为此彭德怀等西北野战军首长,要求王正纵队党委,必须解决司令员某前原冲的问题。 要找一个负责任的兵看护好司令员,而任死里,听命令,耿直,不怕得罪人。 是山东人的性格于是找来找去选中了仅有18岁,开直,有一身满力气的大哥子吴宗宪,这一下王正司令员可就遭大罪了。 每当战斗不顺利时,王正就要往前冲,了解前沿激烈的战斗情况,可是每次都让吴宗宪给挡住。 急躁的王正王胡子,往往这时怒火冲天,愤怒地拿起自己的指挥棍,砸下吴宗宪年轻倔,强也不愿吃亏。 不知忍让的吴宗宪,就猛得夺过司令员的棍子。 一个转身把王正压在身下,摁得死死的,不让他爬起来王正拼命挣扎骂,锤,扭,于是两人就撕打在一起。 这是一些从身边经过追击敌人的纵队官兵们,看到自己的司令员和警卫员扭打在一起,也习以为常,从不劝解只是边冲击,边议论小司令员,又和大哥子打起来了。 两人撕打的结果,常常是小个子的王正司令员,占不了多大的便宜拱手认输。 从这个憨糊糊心兵的表现,看出山东人在忠诚的同时倔强,耿直,豪爽,一起,煞气要时也不给人面子。